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莫里尼奥跪在草地上 这个场景就是 祈祷 对啊 就是发点球的时候 你想这个男人是奥极乐的一个男人 就是男人下跪 我们以前讲过人在什么时候跪 我们讲西方人不肯跪 一定要对了女人才跪 对了教皇才跪 对了乾隆皇帝也是单膝下跪 可是他在这个球场 发点球的时候 自己的运动人在发点球 他双七跪在草地上 一个背影 你知道咱们公司那司机怎么说 演得好啊 说这是 这肯定是做球 说这两场输了 大热倒灶 赢翻了嘛 他说大热必大输 大热必大输 因为原来一直都说呢 这个总决赛 欧冠总决是西班牙会师 就是皇马对这个巴萨 本来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没想到 你说这赌球的 肯定就完蛋 肯定全输了嘛 这次庄家是不是赢翻了 真的是赢翻了 真是 不过话说过来 特别是第二场 就是那个拜仁跟 跟皇马那场 最后就是 大家都有尊严 我真是觉得 都拼到最好 那个球赛看到最后 你就会觉得 大家都有尊严 那前面那场 Chelsea跟 那个巴萨那场 那就很 就很伤心 喜欢巴萨很伤心 但是 Chelsea也真是很不容易 我很佩服Chelsea 我是巴萨球迷 但是那天我真的是觉得运气太背了 背到这程度 就是你不停的 几十次射门 点球不进 中框不脚中了几 两三回 然后但是问题是 Chelsea实在是牛 实在是牛 Chelsea真让人佩服 就德罗巴 太厉害了 那真是 那真是让人 但是你说啊 这个拜仁慕尼黑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德国战车 他这个 好像谁也不敢说 一定能赢德国 德国要是发挥好 他现在最后的 可是这个英国 这个Chelsea这个 应该他就实力来讲 是不是还是有差距 就他不该有 Chelsea实力是差过巴萨 这没话讲 他就讲跟最后跟拜仁 你说跟拜仁 我就说这两场啊 一个是拜仁 看起来是拜仁 因为Chelsea呢 六七个人 六七个人 特例都上不了 特例都上不了 接下来中国球队队 给他们有的一打了 因为他们只有一半的人了 那只有一半的人了 所以这个命啊 命啊 但是呢 这个还是把咱们的注意力啊 吸引向欧洲 我看呢 就是今年都可以是个旅游年 旅游年 旅游年呢 前一阵我不也去了这个欧洲吗 当然我不是去看球 我是就说看风景 哎呀 你去意大利该看一场球 真是 很真实 真的 去欧洲任何一个城市都该去看球 结果我光看美女了 真是太不长进了 有意大利那个美女 我就跟你说 那叫善良的 一塌糊涂 哎呦 我问 善良的 我冒充日本人 不是 不是冒充日本人 叫她 她以为 干无耻的事的时候 就想冒充日本人 来来来 说说 他把我当成日本人 我就是问人家一个路 俩意大利姑娘 长的那个身材 其实我这次看 罗马美女并不多 但我碰见了 你知道吗 那俩真是漂亮 身材高的 她的腿背长 你知道吗 这个反正就是 就不能说到路了 然后俩姑娘善良的 给我送出三条街去 你知道吗 我给她们问路 我说我那酒店在哪 是吧 然后呢 他们也不知道 你知道吧 这路 意大利小姑娘 也不太认路 但是你看 现在全球都是这个 然后拿这个iPhone 哗 找上那地图了 拽着我就走 俩姑娘 拽着我这小个子 一直把我 领到酒店门口 我说他们这礼仪 我以为是不是得 kiss一下 没有 就走 但是 你没把他们带进房了 有这项目吗 有这项目 你要是干这种事 千万记得得说日文 我跟你讲 这个 意大利 它这种 你这个 中国的女游客 也遇见过 她能够 你要说她纠缠 好像也不至于 但是呢 她真能跟出你几条街去 她就是给你献殷勤 这意大利 意大利的小伙子 男的 男的跟你献殷 这也是他们的 摸屁股 摸屁股民族 也是他们的一种文化 所以贝鲁斯科 你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对 没错 对 有什么样的人民 就有什么样的 对 我跟你讲 我给你们看一张照片 很有意思 有一个杂志 最近有个杂志不错 叫生活杂志 印的那个很 还什么 最近有个杂志 错好几年了 最近 我在哪个年代 我最近认识到 我最近认识到 这个杂志很好 因为他采访我了 没有 开玩笑 就 这杂志不错 我在这杂志上 有一次啊 看到他用的这个照片 大概是六七十年代吧 我估计是 黑白的 黑白的 一个美国的女摄影家 好像是 他去佛罗伦萨 这个拍照片 他可能不一定长得好看 他拍拍拍 他碰见了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 是美国的一个艺术系的女学生 到佛罗伦萨 去念书 去旅游 后来呢 他就跟着女孩搭鼓上了 这也是个女摄影师了 他就跟着女孩提出 咱们合作 我就拍你 咱们在佛罗伦萨 所以拍了这个 非常有名的一组照片 其中有一张 更是直到今天是经典 他说这张照片 怎么拍下来的 这他们俩在街上走 这漂亮女孩在后边 他在前面 他在看后边有情况 他一回声 啪啪按一下快门 这下抓住的这个画面 你们可以看看 就是意大利的男人 你看中间就是这个 这女学生 这女学生 你看这女学生 好像还有点 那个自我保护 有点像受惊的小鹿一样 周围你看这个 满街的男的都在看 冲他吹口哨的 然后后边 还有俩男的 骑日意大利那种 小破码 在后边 尾随着女孩 这女孩像个 你看受惊的小鹿一样 在走过 你要不说 还以为 菲利尼电影里边 对 非常经典的 一张弗罗伦萨的照片 你看前面那光头老头 都那么色 全都看着这女孩 特有味道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他就跟这女孩拍的 弗洛伦萨 这是那个女孩 还是她 这是被拍的 那个女孩 这个女摄影师拍的 美国的女学生 你看 你再看下一张 这个地方 我也到了 你看这个女孩 好像惊叹一样 这么一个照片 所以 这次我跟徐老师 就有共同话题 我们就说 肥冷脆 弗洛伦萨 我只是待了三天 我就觉得 这个家伙 我想再去 就是那种魅力 你说 你为什么想一谈 再谈弗洛伦萨 反正是我听说你去了 我就想问问你们 反正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城市 反正意大利 从来不是一个 该不该去的问题 是一个该去几次的问题 该去几年的问题 这个真是 我过一阵又去 六月又去 太好了 就是说你永远不会 你看意大利 不是曾经还去签过我一回吗 对吗 是吗 对啊 不是呢 他说我是造假资料 意大利人 我跟你说 意大利人也有点不太规矩 你知道吗 但是在他的魅力面前 这真的不算什么 这是太美了 这个 这个 咱们可以 随便看看几张照片 我 我这次照下了很多照片 只能是选几张 你看 这徐老师可能很熟悉 佛罗伦萨 这个 这个教堂 对不对 这个 你看他这种屋顶 你再看 这是他那个有名的 这我拍的吧 好像是 那个狼桥 怎么你拍的 你看 这多美的一个 一个 一个意大利的 这个 他这个桥 上面都是这个 卖金式的 卖金式的 桥上面是房子 是吧 你给他看下边 漂亮 这大教堂 米开朗基罗 还有什么著名的文艺复兴的大家 这是一个文艺复兴有名的一个大教堂 盖了很很难做的一个工 当年工程上是很大 他是砖跟什么大理石 大理石 你再看 对 这就是他的房子 你说人在这个里边每天散散步 这是天顶化 对 你再看 然后这就是那个桥 就暮色的 就漂亮 你再看下边 这就多少个大理石 这全是多少种大理石 意大利的大理石 天下无双 这大理石盖成的 这是文艺复兴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久旧 年份完将 如今归酒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活动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 扩大一倍 随之而来的风向是不是可控 伦敦很想打造人民币西方枢纽 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又下一场 本周财经正前方 梳理人民币新动向 口子下特约之财经正前方 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你们去佛罗伦萨 有没有去他周边的一些城镇 那我就没来得及了 我待了三天 其实我是很建议人家 去意大利这些名城 一定也要去周边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意大利有个很长的时间 它是个城邦 一个一个城邦共和国 它这城邦共和国呢 它往往附近有别的城邦存在 那些城邦呢 不如他有名的 那就表示过去被他压着干的 是敌人 那那些敌人呢 往往跟他们会有很不一样的状况 你对比起来很有意思 比如说佛罗伦萨附近有个城市 其实很漂亮 叫西安娜 西安娜 西安娜 对你去过 西安娜就完全不同 它那个广场 什么斜斜的 对 西安娜是一个 现在大家讲 曼时曼活嘛 对不对 这就是意大利的曼活之都 就这个运动是从那推广出来 它禁止麦当劳进入 外的车不让进 车一到那个城门口 就都得下车 进去就得搭他那个小巴嘛 对不对 走路 走路 还有走路嘛 然后那个西安娜 你看到他的建筑跟佛罗伦萨就不一样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 那因为呢 佛罗伦萨他那时候呢 他是教皇党 教皇党呢 那帮人支持文艺复兴运动 但是西安娜是皇帝派 皇帝派呢 是认为呢 教皇 皇帝不应该接受教皇的权威 他们很奇怪的 反而是喜欢保持歌特风格 所以整个城镇是更古老 歌特 而且游客比较少 那就等于你去威尼斯 你应该还要到旁边的Vinetto 那就是过去罗密欧朱丽叶的那个地方 他每个城市附近都有这么一个小哥 小妹妹 你对比起来其实很好玩 那个 你讲这个小城市啊 很容易看到 那个吸血鬼第二集里边就用他做外景 他跑到那个广场上 现在这个美国的电影啊 常常用这个欧洲的这个 他们也是文化产业 拿他做背景 那个佛罗恩萨最有名的广场嘛 是被那个 那个Silence of Lamp 那个第二续集里边 把那个那个 就是就是一个 把一个凶手从上面掉下来 也是用他这个这个场景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 我刚才给你看的那个天顶画 天顶画上有一个有那个魔鬼 你知道我这次看到他的很多 意大利很多绘画 我就发现这个什么叫 你为什么你不能忘了祖宗 这个古典 现代人有什么想象力啊 你看了之后 你就知道好莱坞 那些个鬼 那些个异形 样子 从哪里来的 古典的绘画里面的魔鬼的样子 包括那种 你像那个这个米克朗基罗画的 那个地狱审判 还有别人画过审判地狱 就是古代的这些艺术家 他们想象的 这些个鬼怪的样子 实际上就是今天好莱坞造型的 一个基本出发点 他想那还是咱们现在看那些恐怖电影 哎呦这个头上长脚啊 那个那个那个样子 都是那些 你看那个天顶画 或一些雕塑 对啊 那是更过公元前的古希腊古罗马 包括文艺复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造型 而且还有 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状况 就我觉得那几天我们在谈中国的那些景点 有个比较特别鲜明 就包括你说 为什么很多好莱坞电影当的取景啊 到那取景的理由 不只是说他漂亮好看 而是你一去呢 你观众就马上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就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景点都是这样嘛 你看比如意大利的城镇 你就知道那是意大利的什么地方 这表示什么呢 他有个前提 这个前提他几百年来没变过 是 他你来中国景点拍拍看 五年样子就不一样了 这个爬到那个 你刚才拍的那个塔顶上 看这个佛洛萨我每个角度这么拍照 我这个是我最大的感慨 就是说你看到的全是几百年前的屋顶 你很少有这么个地方 这个几百年前我们都知道 他们有教皇派 政府派打来打去 美帝奇家族三百年 中间 曾经 一战二战 里边多少血腥 多少生意 一五几几年那里就有六十家银行 多多少少的这些人的东西 可是 历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 这样是美 这个你要佩服 他这个城市没有高楼 三百六十度转过去 全部都是这样的房子 他们自己宣称说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最美的男人都在他那里 那波提切利的那个 维纳斯的诞生 最美的女人 那个米克罗里拉大卫 大卫相 最美的男人就在 而且呢 我再讲熟悉一点 今天全世界人追捧的一些世界名牌 全都在那里 没错 高齐的总店 沙拉德菲尔格莫的总店是一个城堡 全世界的人只知道 在摩登大楼里找名牌 不知道名牌是从这样旧房子里出来 这个真是真是了不起 所以一个城市最像博物馆 就是佛罗恩赛 我就觉得啊 就说一个地方能够以旧为美 这个在今天中国人看起来啊 不得了 你知道吗 但是当我们去到了台湾 或者去到世界很多地方之后 才发现这是一种常识 后来我想起啊 可能很早以前中国人也有这种常识 就说是老房子老东西留着很美 但是曾几何时 比如说像我这代人出去会惊叹 说人家的审美美学 怎么这么样的高 是吧 说包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旧的老的 甚至是残破的废墟 好好留着 不要去拆掉盖新的 这是一个不是需要专家学者才能明白的事 这是个家喻户晓的常识 什么时候中国人失掉了这种常识 而且呢 我就觉得就是说 好像他们说这个干部什么出国公费旅游什么的 哎 我有时候真觉得 你哪怕公费旅游 对吧 你应该有他应有的价值 就是说你认识不认识到 你不要再拆你的城市 对吗 你你你你这个干部到了这个佛罗伦萨 有何感想啊 他的感想就是 你能懂得这种美感吗 哎呀 你就不明白了 他们的感想就是把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地方拆完了 挣了一笔钱老了到东西去 对吧 或者就是跟着他老婆啊 在那个名牌店门口排队 对 拿他们贪来的钱 在那地方买的 爱马仕 我看到一群穿西装的 这个大概就公费参观的 在MIT的校园门口 听到他们的感慨 瞧人家 大学盖的跟人家 人民大会堂似的 像这样三人行广告 那个园界 没有啊 东鹏瓷砖拮据 黄牌大放送 即将上任 三度出任总统的土经 从未离开中国人的视线 黄海联合军演 高层积极互动 俄罗斯与中国休期相关 I have to be the way my people expect me to be 临距离跟踪记录 走近神秘的铁腕墙人 显为人居的传奇人生 我是普京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央台 传场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幻 红花郎 而且这里头呢 你刚刚讲到 这种生活上的美学 它是一个传承 你必须从小到大 你住在一种空间 你观察别的人 在这个空间下 他怎么走路 他们怎么穿衣服 他们说话的节奏是怎么样 姿态是怎么样 这里面是孕育一种美学的 你说的太好了 我下面这组照片 就是你说的这个 他们怎么走路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吗 导演 你瞧 这是我在佛罗伦萨 就拍他一条条的街 你随便往哪个街桶子里拍 咱们换 下一张 你看街头 再下一张 你瞧 这哥们 有时候街上就会来这么一个 这是一个意大利特色 就是迎面走来 一般人都说 为什么意大利男人怎么穿都那么好看 就很多帅哥 其实是因为他们懂得穿 你再看下边 你瞧 这街头 有 就是有一些残破的 这个 斑驳的墙面 山辆自行车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街上 感觉是好像有一种什么 失忆在里面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是吃饭的 从小餐馆里面 小餐馆是这样的一光线 红酒 牛肉 往外一看 就是这个斑驳的教堂的外墙 你再看下边 街道上 这是看的远处 这个白色 这个彩色大理石 他的这个教堂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个广场上 人家外国人 是被提供的门口 对对对 被提供的门口 哎呀 一出泰呀 他们倒是不嫌脏 躺下来了 随地就 就躺 也不是太脏 也不脏 也不脏 对对对 就根本不脏 他那些地方呢 我觉得是 为什么说巴黎人 或者意大利人 穿衣服好看 不是什么身材问题 什么 很多胖老头 很多胖老头穿得很好看 没错 比如穿一个什么米色 像挂一个红的 一个领巾围巾什么的 然后露个红袜子 或不穿鞋的lover 不穿袜的lover 我觉得他们是 就在那样的环境下 对什么叫做美学啊 对 从小有体会 所以你说的 他为什么穿什么都好看 是因为他不是特别学来的那套 那套东西就从小到大 就在这的 反过来说 你为什么觉得他好看呢 也就是因为 现在世界最大的名牌 都是在那里生产 所以他那种style影响到其他地方的人 对 你在美国的大城市里边 最贵的饭店区 就是那种风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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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North And 那些地方 他们就 那个店很小 但是很贵 学老师 这一点 我倒还有所意义 我别说 我在意大利 我在罗马 我在伯伦塔 我看到的 真要讲这个款式的新潮 香港 亚洲 中国 那些人们乱穿的 都比他们更时髦 更奇怪 更奇妆一服 其实他们穿的 包括他们时装店的 有些款式 我看 好像比香港这儿 还稍稍旧一些 就是 就是他街上人穿的 并不是说 多么前卫 多么新潮 不需要 那是一 fashion 人家会搭配 就是 有些好像是劳动阶层 对吧 就穿上牛仔裤 围个围巾 或者穿个什么 你都觉得搭配起来 反正我觉得 他们那些设计 不是一些设计 是单单垂心 对 它是有一个文化 氛围 产生 有一块土地 长什么植物 对不对 这么一个 有个道理 没错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喜事录 空障子 这样 闡 我 下次 没 我们 证 载